Hello,我是Leggy,我是Urbyshaw那邊 今天拍攝Mobotix 配合一個快溫度鏡頭的解決方法給大家 今天的Store Relay 模仿我是一個保安員 或者是一個普通的接觸者 沒有什麼IT knowledge 我只需要聽到聲效 或者其他Trigger Event的通訊的時候 就去行動做這個溫度鏡頭 模仿我去Store Room 拿一個器材出來 很輕鬆推出工作室出來 我只需要很簡單拉著Lever 調到香港我想要的高度 鏡頭就計劃了一個位置 就可以了 整個setting完成了 可能它有很多需要就是 拿電 又或者好像今天這個選擇 有一個onboard的battery 譬如 今天就是onboardbattery 是一個Hotspot的電 看到我拿走了一個電池的時候 其實整個solution都up and running 我大概拿走了一個電池 有兩分鐘的run time 我可以在另一處拿回 假設這個電池是一個新的電 沖了一跌 我就放回去 Hotspot 所以解決了infrastructure上的需要 亦都比起傳統 可能是用一些三腳架 又或者是一些handhand槍 那個efficiency 或者那個basical security 都提高了 譬如說 可能不小心有人踢了你的workstation 或者三腳架 或者有人不小心站上去 整個workstation 都很安全 deployment 是很agile 亦都是 符合 OSX的需要 可能說 那個 顧穴 他可以站在那裏做事 又或者他長期坐在那裏 去看著那個screen 去做事 那就去留意那個atlet 又或者今天的use case 可能放在reception的旁邊 那我們的camera就拍照大堂入口 那就可能leverage reception 同事的resources 不需要additional的head card 那同事上班 照行進來 那就讀了體溫 有問題 或者有發燒的時候才會trigger到 那就聽到trigger聲 才去找回那個 懷疑發燒的人過來 那就去讀體溫 好了 那現在呢 就會有另一個video 去看回整個畫面